你骄傲的飞燃 我清晰的下跌 听不见的宣言 重复过很多年 被危险的思念 被季风吹远 吹远末年的侧脸 吹远面中的深渊 这是巴提亚的青麦小镇 然后这边有 这是一个向远 这是一个向远 青麦小镇在对面 就是你们平时来巴提亚游玩的时候 是去对面小镇 然后这边是大象和相夫住的地方 住的环境 我们这两天也一直在这边直播 就是在帮这两头大象 我们能力有限 也帮不了所有的大象 这边大概有50多头大象 然后有几头是已经回了老家了 你看这边 每天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食物 然后他们是已经将近两年没有收入了 然后大象每天的支出也非常的多 一天要吃300公斤的食物 然后有水果 有这些牧草给他们吃 然后这头大象是最近生病了 看走得非常非常的慢 走得非常的慢 因为这个向远有 差不多现在还有40多头是吧 还有40多头 40多头大象 我们能力确实是有限 只能帮这两头 为数不多这两头 然后大象 然后隔壁左右了 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们有认识在巴蒂亚这边的活主的话 帮助这些大象来度过这个难关 可以把视频转发给他们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一下 我特地走到大象的前面 我现在要去带大象吃草了 因为这些大象生病了 所以走得很慢 看那个肚子 肚子在 这边的大象呢 都去哪里了 去隔壁 去隔壁 吃草了是吧 这就是大象觅食的地方 是吧 全部都是大象吃的草 怎么看见像甘蔗 这边有好多象 他们已经先过来了 大象屁股都敢拍 你说空平时何时远 在风暖夜光的地点 一时三月你就如期出现 海之桥也不再遥远 这一时给呆呆的 这一时给呆呆的 今天我们的那个小李哥 专门要把你们做一下赶死队 要示范 吃饭给我们的粉丝看吧 要不要我把你推屁股啊 哈哈哈哈 OK 对 往前往前摸的摸的耳朵 扶的耳朵 他躺下来他不想起来了 哈哈 不要动了 不会啊 他在给你撒嬌啊 他说来点橡胶啊 那个像那个芭蕉 芭蕉 有座位 再往前 你再往前坐 没有没有 小李哥 再往前走 再往前坐一点 他跟你玩啊 你再往前坐一点 没有他要喂他 他知道他在生病的 另外一只 他知道他在生病的 另外一只 大象还蛮有人性的 要带你去丢了 他带你去丢了 他在跟你玩 挺撒嬌的 很吉祥的这种 他要拿沙子玩你 不会 他要跟你玩 认识了熟了 今天是我们第三天 在这边直播了 刚刚我们去喂了这个大象 然后在后面那个草地 第一天一卖 卖了差不多三千 三千太猪 然后第二天卖了将近五千 四千多一点 五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中央的小故事 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跟那个相夫聊了很多 就聊了一头关于 这边园区有一头小象 就是我们在来的时候 来的头一天 不幸要折了 原因就是 因为后面那头小象 大概十十岁左右 伸到一头小象 然后由于不会照顾这个小象 最后导致这个小象 小象小象腰折了 那个相夫呢 就特别特别难过 想把那个小象啊 就是保存起来 你知道吧 就是用了个弗尔芒林 把他泡泡着一直保存起来 后来经过四千多年之后 最后还是把他 把他给土埋了 入土为安吧 我昨天也问过他们啊 他们这边 因为技术手段的问题啊 他们这个生育率 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大象不熟的话 他们其实是很难 很难进行交配的 所以你们在电视里面看到 是大象是一群一群的一个家族 家族在进行日常的活动 所以如果想让他怀孕的话 必须要接住现在的手段 就是人工手精 人工手精 他们由于他们这个技术非常落后 泰国这边你看这个 看这边的工棚就知道 非常非常原始落后 所以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啊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导致那头小象出生不久 就夭折就去世了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可惜啊 我们也是来晚了一天 看后面这个摊子啊 就是我们一卖的那个水果摊 就像卖水果的一样啊 在这边吆喝 因为有些华人 他是没有泰国那个银行账户的啊 就是那个老板的那个银行账户 他没办法转账 所以我就挂了一个微信 这个是我自己的微信 现在看的是反的啊 放了一个自己的 就是如果大家不方便转给原主的话 就可以先转给我 然后我用我的泰国账户转给他 其实我们来的时候 一开始就跟他们说了 我们是就是纯粹是来帮忙 纯粹是来易卖的 最后我们每天晚上会卖完之后 就进行一个结账嘛 就是看到我们转 我这边收了多少钱 然后换算成泰铢 然后转给他 然后每次转完 转完账之后 他就把那个泰铢给个三五百给我们 我说我们就是来易卖的 不是来不是来赚钱的 你想如果你们想想我 如果我们真收了这笔钱 我们真什么了 是不是 然后你想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中国人 我们来来这边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赚这个三五百块钱 那我不得被人骂死了 然后今天晚上要做一个什么烤鸡 烤鸡他们来做那个做准备工作 然后这个视频拍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 是泰铢时间晚上快八点钟了 我们今天的第三天的易卖 已经把水果卖光了 其实还剩那几位朋友 一直在心安心 其实我更希望是有新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这个易卖的朋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是刚直播 然后直播间是没什么人气的 所以我们想先直播一些其他东西 等人气稍微高了点之后 我们再再回来再重新 在这个巷员给他再直播 也可以帮助其他的那个巷主 因为这边有四十多头大巷 我们今天易卖就完了 然后等再过来点 就是我们先可以先直播一些其他东西 等我们直播间的人气稍微高了点之后 我们再回来再继续帮他们卖 也可以帮其他的家稍微卖一下 因为大家都很困难 是不是 所以希望他能理解一下 这是我们其实已经尽力了 稍微跟他说一下 嗯 嗯 好 我也跟他说 他也会说 嗯 嗯 嗯 是是 我们只对他说 嗯 就如果他们现在有更有能力帮他们 对对对是 我也是这个意思 对是 如果哪边哪边更困难 我们就尽量下次来继续帮助他们 好 OK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 现在已经8点钟了 OK 好 拜拜 see you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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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要走了 拜拜 拜拜 然后路过菜市场给娜娜买了点山竹 今天念了一天 说要吃山竹 现在在家里吃饭 yes mangoon у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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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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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诗篇 你骄傲的飞月 我清晰的夜片 却不同的世界 却从不曾